109年的全民运动会正如火如荼的在花莲各个场馆来进行 19号进行的健美项目 地主队花莲也获得了男子组健美组第八级银牌 而20号进行的太极拳项目也传来了好消息 在女子组太极拳套路易捡太极拳 冠亚军都是由花莲囊括 县长徐正伟也亲自出席颁奖 109年全民运正如火如荼的在花莲各场馆进行中 而在20日上午进行的女子组太极拳套路易捡太极拳 地主队花莲南瓜冠亚军 冠军是李吴菊英亚军则是刘美秀 现奖亲自颁奖肯定 今年63岁的冠军李吴菊英原本预计在去年退休 加上膝盖有伤 不过考量到过去的付出奠定良好的基本功 带着信心参赛第一次参加就获得好成绩 去年我本身就已经想说比赛这么久了 年纪也大了 我今年已经63岁了 年纪也那么大了 我本人也是想说就不比了 那但是因为全民运动会会里面有两个 就是说非常公平的那个公平的选拔 那两次的选拔我的成绩都算还蛮不错的 然后就但是我膝盖受伤 那练习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在之前这九年我的基本功都已经砸下来了 所以说这一次的赛事就是说算是也是信心满满的 第一次扮伙伴的不是很顺利 请大家多多见谅 那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 是不是给巴黎县政府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县哥 希望我们准备这个棒的场景 谢谢你 当然我们要谢谢庞大的职工团 还有巴黎县政府各举处 更谢谢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全民运可以成功 只会有大家的参与才有办理成功 20日赛事中 男子组太极拳套路太极舰54市 华联县肇市职业获得第8名 男子组建立83公斤级 华联县染红恩第8名 另外在男子组柔树格斗62、69、94公斤级 也有华联队晋级 更多赛事时成绩成绩 可上网搜寻109年全民运动会网站查询 记者长邦彦华联施报导